看中今年澎湖旅遊商機 遠在高雄的烤雞業者 都專程來到澎湖設立了據點 今天呢 這清明假期第一天 開幕是免費送出一百二十隻的烤雞 要吸引在地客人 現場是大排場 香噴噴烤雞出爐 裡頭的肉Q彈飽滿 香氣四溢 讓人忍不住食指大動 烤雞店開幕免費送出一百二十隻烤雞 不少民眾迫不及待 紛紛排隊登記 這個皮火候烤得剛剛好酥脆 肉質油嫩多汁好吃 它的肉有一點嚼勁 有一點Q度 哇 這很脆 一定肯定很好吃 太棒了 太棒了 民眾現場大客烤雞 吃過的都說讚 來自高雄的烤雞 看準澎湖商機赤姿設立據點 開幕首日就大放送 看到大排長榮業者 還不吝嗇多送一杯飲料 讓在地人直說賺到了 不過這樣大手筆原來是別有用心 因為我們是一桃龍作業 我們養雞廠飼料廠補帶廠 我們的成本壓的會比別人還要低 我們走的是走 伯利多銷的路線 只要有賺就好了 只要不虧錢 我們都會進去做靠 靠的是量大 量大就有利潤了 看好澎湖的商機 高雄業者跨海插機 就是希望能大發力士 也給在地人一個新選擇 記得蔡婕傑 林靜彤 澎湖採訪報導 的 字幕 by 玲 germany 正員 於